其實就進行了一個都很長時間的調查 07年至12年的調查 發覺香港少數族裔裡面 跟我們香港人生活當中 備受歧視的情況 不如你跟我們講一下 是不是在顏色 膚色方面我們眼光真是有色眼鏡很不同 是 是一個膚色越深 你受到歧視和排斥越多 這個是成正比的 那我們那個調查其實主要就是說 一些團體請我們去講一些文化敏感度的講座 那些參加者我們在講座之前 就給他們問卷 這樣就不記名 不准商量五分鐘 你第一個印象期間 就馬上收回 07年至今就是1800多個 當中就包括了學警、老師和大學生 大學生多數就是老師、學生或者社工 因為我們覺得這幾類的人 對學生族裔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影響 發現三個種族很一致地都是不被接受的 不被接受的程度頻率很高 就是非洲 巴基斯坦和尼泊爾 你看到就是 非洲的膚色很明顯 對嗎 對 很黑 對 對 人人人也多 巴基斯坦就是文化外表上 我們看得很明顯 跟我們很大的分別 尼泊爾 我就有點惡言 因為尼泊爾其實都很像我們西藏人 對 你看到那個外表也挺 但是那個不被接受程度也很高 沒錯 沒錯 對 對 那這樣就奇怪了 因為尼泊爾 我這樣看 普通市民來說其實就沒有所謂 當然 你說 是不是說 日常生活裡面 真的對他們太過不禮貌 不禮貌 如果整體來說 香港 基本上我們都有一種印象 覺得都很和諧 對 中國人就是一個很實際的 嗯 就是基本上 你有錢我賺 我都可以 你努力你有錢我又可以 事不關己 記不露心 是的 但是如果我們當企 在小育族越 尤其是基層的市民那個角度 其實種族歧視很迷身的 我們那個文件 有幾個範疇 我們覺得很重要 也是這個種族歧視條例 保障之下的範疇 譬如說 在公共空間住同一個社區 同一層樓 住交通工具 這些都是服務 那就是有三成多的 那些會應的人 是不想和這個非洲 巴基斯人和尼泊爾一起 另外一個就是工作做同事 因為很重要的 我要賺錢 我要生活 我要上班 三成多不想和我做同事 因為語言方面 大家溝通不了 譬如我做老闆 我請過小碎族裏的人 來打工 幫你做助手 但是說話交通不了 我想接受都不行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理由 當然你仔細的理由 我們要進一步去調查 我覺得也會有些人因為溝通問題 但是 因為我們裡面有兩個 叫做開放問題 我們進一步去看 就是 一條就是什麼叫做香港人 第二條就是 如果我們當講香港少數做事的時候 你想起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自由聯想 第一條什麼叫做香港人 就是幾多人 原來是很主觀去定義香港人 這個無可口非 你記香港人定義同我的 可能不同 但是很多時候的定義 譬如說 要討生討長 要講盡正的廣東話 其實我都不入流 因為我是很有鄉音的 變了這個就是 現在是鄉音 現在是鄉音 看看你是什麼情況之下 你看看在哪裡 那些購民區 有錢是我們基層有鄉音 量一回事 要是這個華裔 這個主觀的定義 雖然是你個人 但是你想像 如果一些有權力 是政策制定的人 有這種這樣的定義 其實是一種排斥的 很大件事 因為你不看他 你不當他是香港人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那個政策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合法的居有權 是不是 另外第二條 我們就想起什麼 我的問題是 小數族要記住 小數族要記住 其實華裔的意外 就是小數族要記住 我們有白人 日本人 韓國人 南亞 歐洲 東南亞 四周 其實是很闊的 但是我們發現 我們數那些開放的聯想 是幾負面的 臭差 骯髒 罪惡 罪犯 低文化 就是叫小數做事 對 這個很糟 這個負面的標籤 當然我們不知道他來自什麼 究竟是傳媒 他自己有沒有親身接觸 還是怎樣 但是其實幾可怕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那個思維的想法 影響行為 我怎樣對他們 你想像如果是一個警察 他本人對這班人是極大的偏見 或者一些沒有證據之下 對他們一些負面的標籤 或者黑板證 總之是這樣就當你是髒了 對 你會很不同的態度 你只在街上截停查新聞證 我相信那個態度一定有分別 但是如果倒轉想 哇 小數俗義就是增添香港的國際化 哇 他們帶著一些不同文化資產 以不同意義 令到香港更加國際大收回 不同的 但是如果你想的是低等 是不是 是這個次級 是完全不同的 Fanny 其實有因有果 譬如一個社會形成這樣的心態的話 其實會不會覺得 政府在這方面 推廣這個小數俗裔的問題 或者關注他們 是沒有盡力的呢 肯定也是的 因為政府其實在各國範疇 我們都叫做 顏色蠻 基本上沒有預算 完全是覺得 香港是得中國人 所謂的課制大 都會傳到經濟範疹 沒有實質內涵 我們看到教育 首先政府是沒有想過 怎樣幫助教育學好中文 我們沒有中文 作為定義的課程 來慢慢學 也就是將它集中 在某數間指定學校 當你八九成都是小數俗裔的時候 會產生種種族隔離效應 跟主流社會分開了 你剛才剛才有一個標誌 這是小數俗裔的學校 另外如果我們講長遠的公民教育 其實基本上首先要令主流的華裔 還有我們叫Mingo 一起接觸 多一點認識 真的少一點歧視 基本上我們現在的公民教育 其實是收窄到 除了國民教育 是沒有其他東西的 即是去到大陸旅行 外國 基本上是沒有其他所謂人權 平等 多元文化 是沒有的 然後剩下我們就比較消極些 就是立法 那些種族歧視 我們那條法例 香港現在有四條平等機會法例 就是性別歧視 殘疾歧視 家庭崗位歧視 以及種族歧視 以及種族歧視 前三者就是百分百規管政府 譬如說政府在行審權力 以及進行其功能的時候 不可以歧視 譬如說 不可以歧視 但種族就是可以的 種族就是譬如說 如果警察在行審權力的時候 有種族歧視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種族歧視條例 是內去不可的 那麼進一步 如果我們內去不可 那好吧 我們不如去投訴警察 警察裏大家知道 內部的守則 就叫做警察通例 或者是程序搜查 有一個我們叫做conduct and Discipline 即是那個 那你是沒有任何的章則 是說警察要有敏感度和無歧視 如果真是倒極歧視 你還是多久他不學 但問題呢 警察不是普通市民 他是有很大的權力握槍 譬如臨保案 大家記得 很明遠就是一個 語文和堅決敏感度的一個案件 所以我們很憂慮 另外一個就是老師教育 是很重要的 社交化最重要的部分 但因為老師現在 譬如在培訓老師的大學 也沒有文化敏感度 要教少女俗裔這種培訓 以中國人第一語言 教第一語言的學生 但是小龍俗裔肯定 講中文不是去講錯第一語言 你會看到是否每一個範疇 其實都有意無意 將香港少數族裔的市民排開 又或者假設 表面平淡 人人都是這樣 我們的政策就是這樣 那你適應吧 你不行嗎? 你打吧